中美防长会晤改到新加坡确保护彩脚趾不动枪 已被取消的北京中美国防部长级会谈18日接东盟防长会议在新加坡举行 参加会晤的美军官指双方必须确保护彩脚趾的互动 不会引发战争广告当日未能按援计划访华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在新加坡会晤类一同出席东南亚国家联盟防长会议的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 双方都表示要防止两国军事关系恶化 避免军事冲突风险据法广报道 陪同马蒂斯出行的美国防部亚太事务助理部长薛瑞福 表示中美是两个核大国有着即使不是全球性的 但至少地区性的共同利益双方必须要确保 在互动时踩到对方脚趾的时候不让他升级 为一场导致空前灾难的事件 薛瑞福表示马蒂斯能和魏凤和会晤 说明了中方也和美方一样 有意愿保持事态正常和稳定 值得关注的 是在中美贸易战升级的背景下 中美军方近期在太平洋已经频频互踩脚趾 但中美军方今年来也互动频繁 说明双方都不希望中美对抗擦枪走火 升级为一场军事冲突 9月美方在经济、政治、军事多个领域对中共施压 其中包括经济制裁中共太子党军头 中方随后召回了正在访美的海军司令 并拒绝美国军舰访问 香港另外美媒透露中方还取消了原定 10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中美第二轮外交安全对话 马蒂斯访华未能成形事后 北京多次辟谣称是美方 提出推迟此次对话外界分析 中美都不希望军事对抗 升级北京意在推卸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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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